接著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個品牌 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 尤其今天看到他本人 我更加的這個你知道興奮 來 我們要最後歡迎葉老師 老師好 你好 妳好 真的 在座真的是我最資深 八千 對 葉老師的品牌是從1985年到現在 是 1985年喔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對服裝 因為從小就很有這種憧憬 然後我會覺得 服裝就是要包襪剪裁跟設計去結合 那我會覺得 我就是一直在這個方面 也可以講說去努力 去學習 去研究 那我剛剛看了各位 我覺得台灣的服裝 未來真的充滿了希望 所以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包掛就是 環保材質 還包掛一些機能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 其實我本身做服裝這麼久以來 我們通常在選料子 我們也都會盡量選 盡量去選那個對環境污染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對 而且現在老師看到這些年輕人 都已經有 你看有這樣的概念想法了 然後他們在執行上 又有人支持 對 然後不管是 紡織業 或者是我們的 台灣很多的工藝師 或者是 甚至我們的文化部都這麼支持 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 你這樣辛苦一路走過來 我覺得很不爽 不會 不會 因為每個年代不同 因為你一定有一個孤獨 非常艱辛的時期 孤獨過 而且非常艱辛 因為甚至你都沒有想要放棄嗎 我沒有想要放棄 也許因為我只能做這個行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會從苦當中去 首先先來看看 西西這一套 我這一套 是 其實我的擅長就是 不折衣服 的機構 綁皺 當然我的擅長就是 我比較喜歡做線 就是說 合乎現代穿著 然後比較實用性 然後它這個東西是 因為我利用壓折 再去貼一些圖案的設計 當然目的 其實目的就要表現出它那個 不用折 對 也不用燙 這是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它的除了立體感 還有空間感 還有它的 比如說 直的 橫的 斜的 它可以拔拚在一起 然後當然它視覺上 看起來就會比較豐富 然後我會覺得有趣 因為我會覺得 服裝是穿在人的身上 我會覺得我們穿起來 就要讓自己覺得很有趣 也許 視覺上也會讓別人會覺得 這個衣服穿起來 有不同的地方 對 這樣子 這樣子皺摺的衣服布料 其實很多 品牌都有做 是 可是剛剛老師講到了一個工藝 如何把 直的皺摺 斜的皺摺 甚至橫的皺摺 弄在一起 是 還有拼接的圖案 我覺得這個很了不起 而且這次它的襪子很特別 所以什麼意思 每一個模特兒身上都有 所以為什麼 應該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這幾年以來 我都在寫 我用我的服裝寫 然後 然後 這一季 這一季就是我是用 那個 其實那個絲繪 就是代表我們台灣 你知道我小時候都有 那個 然後我會覺得那個 獅子 那個 眼睛嗎 節慶 節慶的時候都 還會有 對 代表我們台灣本土的文化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小時候的 那個 所以它看起來也是笑臉 很同時 對 所以會覺得說這看起來 會有開心的感覺 開心 然後又覺得很吉祥的感覺 是 生命力很豐盛 好 然後這一次的主題 我是在講 因為我們 疫情還包括那個 就是 烏爾戰爭 然後我也覺得 這一次的主題 我是想 就是 希望我們可以 然後就可以邁向一個 非常陽光 很快樂的 那個 的地方 每個地方 對 所以 像 這一套來講的話 因為要白色襯衫 然後搭配那個 小碎花的褲子 其實這個是代表 不要給自己太多的束縛 是 對不對 框架 所以是一個 它的剪材廠 好像 你可以舉起來一下 有眼淚是 球狀 球型的 後面也講有沒有 就是有空間 對 可以容納很多 包容很多事情 是的 也可以去吃吃到飽這樣子 都不會被罵 都沒事 真的 而且重點是它沒有分性別 男生 女生都可以選 全家都可以穿 因為我比較喜歡 你有空間感 可以容納 譬如說 就有不同的表現 不同的身材穿起來 就有不同的表現 它這個也有 一般人都買得到 買得到 因為我們這個是 就是 品牌秀 對 我們是品牌秀 葉老師的作品 在很多百貨公司都有設貴 然後它在很多的街邊 也有獨立店 真的好好看 好喜歡 對它 交換一下 謝謝 OK 還有就是我通常會比較喜歡 就是 把 就是 一些細節 比如說像這個看起來很 算一件 就是 看起來還滿正常的一件衣服 可是我會把它搭配 運動的元素 對 它用護肘的概念 對 那邊那個線條 這裡 對 手肘 手肘這邊 手肘這邊有個護肘的概念 還有我們衣服也都會 一個這個絲灰 那個穩著頭 對 對 有很多東西會把它加進去 然後因為我在這樣呈現出來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有 年輕 陽光 其實我最主要是要表現出就是 生活上一定要有某些力量 我們才有辦法去過 不過同為 真的 真的 對 而且我都沒有想到就是說 這樣的襪子 這樣的上衣 老師會給他配一個 這樣子 很Elegant的那種裙子 對 然後一般上班族 你可以穿這種 很簡單的襯衫 也很好看 然後搭這樣的背心也很好看 很厲害 很實穿也很實穿好看 嗯